各位同学 我们现在来介绍流体力学里面一些最基本的一些观念 那首先我们来介绍这个静态的流体 它的压力所产生的变化的一些控制因素 如果它这是一块一个静止的流体 没有在流动的一个流体 如果上面是没有盖子的情况 所以它上面接触到的压力是大气压 那在这个最表层的下端H深度的地方 这个压力它就是用大气压 然后加上这个流体的密度 还有重力加速度以及这个深度 所以它的压力的变化 如果它是同样的流体的话 它的压力变化最主要是跟深度有关系 那大气压力的话是表层的这个压力 那我们再看如果它是有盖子的情况之下 会发生什么变化 假如它加上一层盖子的时候 那这个底层的压力呢 因为它表层的压力就不是大气压力 就是上面的那个液体的那个 蒸气的气态的状态的那个压力 我们叫做液体蒸气的压力 那下面的变化也是跟深度有关系的 那我们再看这个一个很实际的一个例子 假设是一个装成这个水的一个水库好了 我们在旁边打两个洞 那这个水呢就会喷出来 那喷出来的时候 因为它是做一个水平抛射运动 那因为最底层的它压力呢 比上面的压力来得大 所以它出去的时候 它的那个速度呢 会比上面的那一层的那个速度呢 要来得快 所以它就变成喷了就比较远 那以上呢 就是来介绍这个 有关这个静态的流体呢 它的一个压力的变化的一些控制因素 那以上呢 我们的介绍就介绍到这里